外傳民進黨最快下週四就要公布蔡總統 副首人選賴清德 台北市長柯文哲表示 賴清德初選的時候被做掉之後 現在又被做進來 至於親民黨宋楚瑜 主席宋楚瑜如果參選的話 對韓國瑜還是對蔡英文影響比較大呢 柯文哲回答他說這個很難判讀 我不曉得 這個我還沒想錯 蔡大陪通常有確定嗎 通常領先過多就不會 他比較沒有把我才會 這個我倒是 這個我還沒有 這個 這個可能要做分析 我這樣一聽沒有辦法判斷 他就被做進來了 所以他被強制被剝的意思嗎 有說是做出去有說是做進來 這是被誠為剝手 好 我想了好久才想出這個方法 想了快五秒 選第五次 選舉很累 除非你選舉還是有基本動作 你總是要造勢要跑攤 很累 對 我又沒有要選什麼 我不曉得 還是有些影響 很難判讀 很難判讀 上個月底的時候曾經有一則報導 說這個美國的智庫 他們發現了一件事情 對岸 中國大陸買了台灣的PPT帳號 準備要在網路上帶風向 影響台灣的選舉 要操控台灣的選舉 可是後來現在國民黨立委 卻回過頭來去拆解了 這個所謂的美國智庫 他們赫然發現 這個所謂的美國智庫 根本就是背後是民進黨的金主成立的 變成是一個出口轉內銷的 一個操作方式 我們來看一下到底發生什麼事 10月26號所謂美國智庫 全球台灣研究中心 就是他公布了一個報告 這個報告封面就是這一個 他主要的標題就是蒙蔽敵人 中共對台灣民主的干預 他報導的內容是什麼 其實聽起來有點聳動 他說台灣的媒體環境 包括新媒體 傳統媒體 都變成中國影響力的臥土 像是2018年去年的地方選舉 PTT變成一個非常關鍵 製造假消息的一個地方 大量PTT的帳號 在拍賣網站蝦皮上面交易 最有影響力的帳號 可以賣到20萬台幣 也就大概6500美元 一些帳號銷售 在中國的淘寶也出現了 這些帳號通常都是清早發文 以便於PTT用戶 一早上網就可以看到 很多PTT的用戶 就是傳統媒體的記者 他們把假消息新聞放在媒體上面重放 使假消息擴大 像是這個台灣駐大阪處長 蘇啟成親身的悲劇就是一個例子 他說這個文中指出 大阪的假新聞一開始就是從 微博跟內容網站出現 被PTT貼出來之後 轉而變成報紙 或者網路上一些相關的新聞 那傳統的媒體也會擴大形成壓力 中共另外還有參與他們所謂的 台灣的地下賭盤 把他們主義的候選人賠率拉高 讓賭徒跟家人拼命的動員 提供給中共主義的人選 中共也滲透了台灣地方政壇 以及幫派建立地方的影響力 美國所謂的智庫做這個研究 後來在台灣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在台灣馬上有媒體跟進 台灣的蘋果日報馬上報導 干擾大選 中國20萬收購PTT帳號 華府的智庫揭露出對岸的 促進台商捐款給鼠疫的候選人 威脅台灣的民主 那大家就很訝異說 美國智庫原來做出了一個 所謂的感覺好像很權威的一個研究 可是這個部分就讓大家開始好奇說 美國智庫為什麼有這個能力 做出這麼深入的調查 但是很快蔡總統馬上 因為有媒體問他 他就馬上回答說 他有看到這個相關的報導 他也鄭重的呼籲國人要注意 強調大陸介入台灣選舉 不是秘密的 大家都知道 對岸會利用各種方式 介入台灣的選舉 影響台灣的輿論跟選民的認知 可是後來被大家調查出來 這個所謂美國智庫 全球台灣研究中心 事實上其實根據2016年8月30號 自由時報的報導 他背後其實是 由李登輝擔任最高的顧問 榮譽的董事長是 新台灣國策智庫的董事長吳榮毅 原始的共同創辦人 有前朝委會委員長張富美 明是董事長郭培紅 以及台灣微軟的公司董事長 洪基隆 微軟肢體的董事長 洪基隆等這些人 聽起來都是民進黨裡面 感覺是民進黨所謂的金主 國民黨立委今天也開記者會 特別講了這些事情 那針對這個背後的到底發生什麼事 我們視訊連線 政治的評論員鄭兆星 趙兆大哥你好 你好 耀中你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趙兆 趙兆前陣子剛好有去訪問過 這一個全球的台灣研究中心 趙兆可不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他到底是真的是美國的 本土的智庫 還是說其實是台灣人成立的 我前一陣子剛好在華府訪問 但是我並沒有到GTI裡面 但是有見到相關的智庫的 相關人士 也跟他們有過一些交談 但是基本上這個GTI我們講說 他是在美國的一個智庫 但是他並不是由美國政府 或者是美方人士所承諦的 具有美方立場的一個智庫 反而比較像是代表台灣特定勢力 那當然我們知道說背景 可能是比較親綠的 在美國的一個比較有組織的 遊說團體 所以基於這樣子一個團體 他們在美方的遊說 可能都帶有一定程度的 政治色彩跟政治立場 那麼做出來的研究 我們也不能說他是假新聞 但是做出來的東西 我們在看說在論述方面 第一個就是在實際的證據上面 比如說有沒有花錢買PTT的帳號 這個比較需要一個 真正的實際的證據去看 那麼第二個就是說 這有一點點變成是一個 新聞產業鏈的方式 就是說過度的台灣的媒體 拿過來引用說 就是有一個事實 可是並沒有把它跟大家說明說 這到底只是個個案 還是一個普遍的現象 還有後續的發展怎麼樣 因為其實我們如果大家平常 有在上PTT的 我們這個年紀人都知道 PTT的管理階層 其實是非常有堅實的 這個監督跟管理能力的 而且PTT的帳號非常難 你非常難用假帳號 PTT裡面做像臉書一樣 可以弄一些機器人這樣放 而且隨時被管理人發現 你就被踢走 所以如果有這樣的意圖 不管是什麼樣的事例 這都是非常拙劣的方式 我們應該要去相信台灣有足夠的民主體質 跟它的抗體 以及選民有足夠的判斷能力 而不是把所有民進黨在過去選舉失敗的因素 全部歸咎於他人的介入 好視民進黨在過去執政的過程 沒有任何瑕疵一般 我認為這樣的卸責 其實某個程度上是有轉移焦點的作用 也或者可能是因為 所謂的反送中或者香港相關的事件 所製造的這個芒果感 他可能到目前為止有一點點 沒有像過去一樣的 這麼樣子的一個炙熱的情況之下 可能是需要一個繼續讓芒果乾 這樣子一個議題能夠延燒下去的一種 我們講轉移焦點的方式跟理由 但是實際上是不是有過度誇大的成分在 我並不是說這個智庫研究的結果有誇大 但是台灣媒體引用跟引申的這個結果 跟使用的研究方法考證方法 在台灣媒體的部分確實有誇大的部分 趙星我們也看到包括 這個國民黨立委許舒華他特別講說 這個所謂的台灣研究中心 他是所謂的民進黨人士重要的金主 也就是紐約的台商黃文菊設立的 首任的主席賴義雄先生 他曾經當過被陳水扁 聘任為國研院的董事長 跟民進黨裡面的人交往非常密切 包括自由時報在2016年的報導 他也揭露說被這些幕後的這些人 大部分其實都是跟民進黨有關的部分 那你怎麼看這個是背後的部分 是不是真的跟民進黨關係非常的深厚 其實在任何的智庫 你說他要完全客觀獨立 那倒是不一定的 比如說在美國有的智庫他是偏共和黨 有的智庫他的立場偏自由派 偏民主黨 但是我要強調的是今天這個智庫 他雖然在美國 但其實他不應該算是一個美方智庫 他是一個在美國進行遊說的工作 而他比較輕的色彩 是比較輕綠營的色彩 所以他所做的研究某個程度上 可能會帶有 我們不要說是假新聞 但是有可能有一廂情願 或者是見樹不見靈 或者是研究方法不夠嚴謹的成果 這個東西是可能有的 尤其是我們剛剛提到的是說 很多的反症 像PTT還有更多 我們過去講說號稱挺陰帳號 被掃除等等之類的 這會變成在一個論壇裡面 常常有的一種就是我們講說一些 我們講說網路的一些編輯的人物的 工坊的現象會出現 但是透過媒體的轉述 或者是引用說 讓大家會有一種誤解 好事是美國政府 或者是美國的相關研究人員跟智庫 做出了非常權威性的研究 中國大陸是非常有系統的 要來攻擊台灣的網路 並且帶動台灣的風向 把一些是非全部顛倒黑白 但實際上根本不是這個樣子 他只是一個非常偶然的 或者是非常邊界的現象 過度放大引用 那我們就不能夠去排除說 這個方面是不是有一個 帶風向的結果 是把一個其實不是事實的東西 用過度誇張的方式 去締造台灣民眾錯誤的印象 那我們認為這個樣子的話 是不應該被語取的 或者是應該要被澄清的 趙欣這種狀況好像屢見不鮮 包括前陣子裡面 有所謂的日本的媒體 把韓國語封號說他是磁克膜 後來大家發現所謂的日本媒體的記者 跟民進黨陣營關係非常深厚 甚至跟獨派互動也非常好 後來發現很多模式都是這樣 都是民進黨陣營相關的人 出口轉內銷之後 變成在影響國內的輿論 這個事情會不會越接近選舉的時候 可能他的頻率越來越高 對 所以我們在台灣提到所謂的假新聞 或者是英文講說 這個就是不精確的訊息 通常我們在台灣的討論 都希望把它導到 就是什麼中國大陸的勢力介入 但實際上在國內的政黨攻防裡面 其實有國內政黨 利用就是這種比較扭曲 或者操縱性的方式 去製造一個假的國外的意見 好像是國外外國人 非常客觀的意見 其實他是被製造出來的 其實他是被刻意去孵化出來的 一個意見 但是他不一定代表的是 國外真正的公眾的意見 變成出口轉內銷 再去放大變成選戰攻防上面的 一種一波攻勢 但是我認為就是說 所有的不管網路上 怎麼樣的攻防 你都必須建立在一個事實之上 所以我們所謂的打擊假新聞 他不只是境外勢力的介入 甚至還有國內 尤其是執政黨 是不是有刻意介入 這方面的一個事實存在 我認為應該要無道義以貫之 只要同樣的標準 去打擊這些不實的訊息 坦白講我認為 韓正銀在這方面來講 已經吃了很多虧 而他們所受到的攻擊 有時候很多次 不是建立在事實上 趙欣 那有個問題 就是既然說這個研究 他特別講出來說 這個中國大陸要買 台灣PTT的帳號 但是同時間有一個 相關的新聞非常有趣 中國時報 他在11月3號的時候 報導說PTT的管理單位 大砍網軍的帳號 他們只要發現是同一個人 或同一個集團持有 使用的話 因為違反他們的規定 就把它刪除 就他們刪除了 比如說截至在7月18號的時候 曾經砍掉了數百個帳號 就賀蘭發現有784個 是蔡英文的網軍 19個是韓粉 三個是柯粉 對照這個所謂的研究中心講說 中國大陸買PTT的帳號 感覺這個訊息 好像是有點衝突感 我坦白講 在台灣對於網路生態 或者是網路帶風向的系統 最熟悉的 絕對不會是藍營 也不會是中國大陸 反而我們從民進黨的初選 你們可以看到 賴清德過去在初選的時候 曾經當中呼籲蔡英文陣營 不要動用網軍來做不實的攻擊 類似這樣的呼籲 就可以知道說誰才是 最熟悉台灣網路生態 而且最善於動用台灣的 就是我們講說 這些網路上面的輿論 帶風向的人 這個東西就不言自明 所以一昧的把網路生態 推向於其他人的介入 但是執政黨本身 卻好像完全是一個無辜者 這樣的說法是非常荒謬的 我們應該一以貫之 有關的單位 也應該用同樣的標準 以美國來講 美國所謂的打擊假新聞 是包括連川普跟俄國之間 是不是有不正當的 這樣子的一個往來 都一樣列為清查的對象 並不會因為川普 他是執政黨的總統 就有所偏思 那如果台灣的行政部門 也能用同樣的態度 同時檢驗執政黨在野黨 以及所謂的境外勢力 以及民間人士的話 我認為這樣子的一個打擊的動作 才會遭之於公信 對大家來講才會有公信力 否則只會讓大家覺得說 你是在用這樣子的一個藉口 變成打擊政敵的工具 只有你的對手 他會運用所謂的假新聞 而自己好像完全是無辜的對象 我認為這個在選舉的 裡面是非常荒謬的一件事情 謝謝趙欣跟我們分享那麼多 趙欣下次再見 拜拜